柴主你好 請問有沒有瑪雅文化又兼具探險樂趣的遊戲呢 可以的話希望主角是妹子 大叔的屁股我真的無法謝謝 我最近剛好接到一個 萬代南夢宮娛樂 剛好呢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系列作 你可能看過他的故事 你可能看過他的劇情 你可能玩過他的遊戲 你有可能像我一樣小時候就看過他的電影 Shadow of the Tomb Radar 我們會跟著蘿拉一起去挑戰 整體的難度我覺得應該是這個走火路 當然不要啊 我們為了讓遊戲呢這個 比較比較看起來比較有趣一點 畢竟你要不要也知道嘛 這是一個解謎像的遊戲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解謎感到困難 然後探索的難度呢也感到困難 但這個戰鬥的難度呢 我們就普通就好了好不好 走火入魔的話我怕我玩起來 看起來太簡單 但你們玩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很難 我怕 真的我怕 我怕 害到你們 真的好怕 這刮到腳了吧 怎麼用刀做這種事情 他這個做得很棒耶 他這個時候不會有那種 切面的提醒來干擾你 這我還蠻喜歡的 讓你真的是感覺自己在看電影 讓你真的是感覺自己在看電影 意外 有一開 一開 他怎麼發現我的 我覺得我中了蠻像的啊 天啊 噢有槍 OMG 噢他X好痛喔 噢剛剛那個看起來還蠻痛的 還以為這東西奉獻了他的人生 蘿拉只花一個小時就找到了 我真的有按 我的不在下面看了好多蘿拉 等一下 等時機等時機 我讓他26號 不是你的錯 跟你來說不是你的錯啦 因為你是26號 那個應該是1號的錯 他騙我 他說朝著信號彈前進 被你氣死欸蘿拉 怎麼媽的不帶就帶一把弓 你弄到你喔 對於你的行為喔 我秘魯桐林才完成62% 然後這邊才完成5% 這遊戲也太大了吧 想要帶走我這個蘿拉 欸 終於有了 幾號幾號 50了是不是 五十肩尾刀欸 這一號得活得久一點 放我出去 這遊戲怎麼那麼牛逼啊 玩一玩就起飛了欸 就突然就玩了五個招式欸 呼